这是在台北市的松信路南北向的这个部分 在过去因为铁路阻隔 民众得要绕路 不过铁路地下化之后 市府重新铺路 七月就已经完工的新路 附近民众却还是迟迟等不到通车 原本居民非常生气的 想要自行拆除围离 结果就在聚集的时候 有立委带着官员来 非常迅速的就举行剪彩通车了 这样的情况让议员痛批 实在是太草率 太夸张了吧 原定明年二月才要通车的松信路 提前在七月份铺好道路 化好标线 等很久了 等了十几年了 民众质疑为何不先行开放 等了十多天 居民聚集 打算自行拆除围离 没想到这个时候立委废红太盗了 因为日后的这边的交通流量就会很大 以后要注意交通的安全 居民引颈期盼 迟迟等不到的 结果立委几句话 红彩袋 白手套 金剪刀全部出炉 是否相关局处人员排排站 要剪彩通车了 三 二 一 剪彩 原本来会看的市议员张茂南 临时被邀请剪彩 但他离席拒绝 他说这实在太夸张了 主隔的五十年要通车 既然是如此草率 为什么没有地方的官员来参与这一场的剪彩仪式呢 是不是有一点点离谱 施工也不完整 又发生了瑕疵 我觉得非常失望 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再去挑一些枝枝节节的 不厚道 赶着通车的路面上还有许多瑕疵 而且选在鬼门开的农历七月一号来通车 居民心里真的不太舒服 一条便民的路理应大家都很开心 但没有配套措施 居民反而开始担心起安全问题 民事新闻庄顺巴林秉舟台北报道